互相体谅一些 有这样一对夫妻 两个人结了婚之后 常常闹别扭 为什么闹别扭呢 都是小事情 举一个例子 先生 喜欢吃苹果 太太也喜欢吃苹果 这应该啊 志同道合啊 可是先生吃苹果呢 是连皮吃的 太太吃苹果呢 一定要把皮给削掉 不吃皮 先生认为 这个苹果的营养 都在皮里面 这个说法是对的 有数据显示 一粒苹果 这个苹果的全部营养 95% 在苹果皮上面 只有5% 是我们吃的苹果肉 所以先生就认为啊 吃苹果 要把皮都吃 可是太太认为啊 这样不卫生 这个苹果又有很多农药 不健康 两个人一吃苹果 就吵架 这个说要笑皮 那个说不要笑皮 最后为了吃苹果 不欢而散 恐怕苹果吃下去 也会闹肚子 好 两个人觉得 也挺尴尬的 两个人为了吃苹果 天天这样闹别扭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后来呢 他们就去找一位 有智慧的长者 请这一位长者 给他们出出主意 长者听到他们的情况之后 就说啊 你们这个事情太容易了 就跟太太说 你不用担心 你先生吃苹果 吃了这么多年 连皮吃 他也没有不健康 也没有中毒 所以你大可放心 又跟先生说 你既然喜欢吃苹果皮 那么好 你太太吃苹果的时候 你就专门把他的苹果皮 拿来吃掉 这样一来呢 两个人不用吵架了 太太专门吃苹果肉 你呢 就专门吃苹果皮 两个人合作 不用吵了 夫妻两个一想 也对啊 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合作愉快啊 有很多时候 人的想法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定要对立起来啊 不一样正好可以互补 可以合作一下 说到这个事情 我在前段时间 遇到还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 有一个学佛的同修 女众在家同修 她呢 学了佛之后 很难得自己吃素 可是先生反对她 先生对佛法也感兴趣 唯独不吃素 先生认为吃素没营养 自己不但不吃素 还天天劝太太 你不能天天吃菜啊 吃草啊 没营养啊 你多少要吃点肉啊 肉很好吃啊 你怎么说戒就戒掉了 你要以后身体没有营养了 怎么办啊 那么太太这一边也不甘示弱 就把自己的一番道理讲出来 吃素很健康 很有营养又吃杯 怎么样怎么样 两个人就开始辩论 最后就吵架 那一天呢 两个人到道场里面来 然后就谈到这个事情 太太就开始说 说我业障很重啊 我在家里吃素有很多障碍 那我这个先生天天找我麻烦 逼着我吃肉 先生啊 马上就来辩护 说不对不对 师父啊 我不是逼他吃肉啊 我是为他好啊 我希望他补一补啊 给他一点好吃的 有什么不好啊 我就问他 我说什么是好吃的 肉是好吃啊 肉这么好吃 他怎么可以不吃啊 我怕他不够营养 所以让他吃一点 我也是好意 两个人说着说着 又开始吵起来了 我看到之后就说 好好别吵别吵 你们这个事情呢 很简单 我就跟这个做先生的说 我说你呀 不是喜欢吃肉吗 你就把你太太那一份 全吃掉 你不是怕你太太 没有营养 不够健康吗 你就多吃一点肉 你养得肥肥胖胖 你健康一些 一旦你太太不健康了 你回过来照顾他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回过来跟他这个太太说 你先生喜欢吃肉 你也不要逼他 你呢 就安心吃你的树 这个事情是个人选择 虽然我们知道吃树好 可是有些人不这么认为啊 所以不要勉强 只要啊 你们不要闹别扭 欢欢喜喜 在一起生活就好 不要为了吃肉 还是吃树的问题 发动一场战争 这个太没有必要了 两个人一听 原来这样也可以啊 于是两个人当面 就签了合同 口头协议 从今天开始 咱们都不要勉强对方 我好好吃树 你好好吃肉 咱们来个一国两制 如果最后谁健康 你就回过来 去照顾另外一个 这有什么不好呢 那么像这样的事情 在家庭生活中 常常会发生 学了福之后 要用智慧 把这些给化解 智慧化解烦恼 智慧化解矛盾 这种教育啊 就是圣贤教育 佛法的教育 怎么可以不学呢 所以很多人说 学佛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就在这些地方啊 学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用到 那么如果啊 在此之前 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 今天听闻到之后啊 回家就可以用智慧 把这个家庭关系 重新调整一下 变得更加和谐 更加幸福 智慧 表现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方面 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 用了22年的时间 讲这一桩事情 佛陀一生说法 49年 这其中 有22年 都在讲般若 般若就是大智慧 可见得 佛法的重心 就是智慧 我们常常 听闻佛法 知道啊 佛法里面 菩萨修学的纲领 就是六度 六波罗蜜 六个纲领 这六度当中 最为重要的 就是智慧 不忍 前面五条 不失实戒 忍入精进 禅定 都是以智慧为眼 以智慧为引导 如果缺乏了智慧 那么这些行识 很难做到圆满 前面这五条啊 就是菩萨 在生活当中 行为的细节 就是一个学佛人 在生活中 怎样去过生活 那么智慧呢 就是引导 这些行为 能够做得到 更圆满 不管从事什么事业 不管遇到 什么样的竞缘 都能够不生烦恼 就像是一样的竞缘 就像是一样的竞缘